這時候建議大家去什麼 去它的超級市場 他們的7-11也超豪買 有一樣東西 我今天要特別帶給大家的就是 他們的7-11裡面去賣的打拋肉 這個微波食品 你知道我以前不吃微波食品 結果有一次誤打誤撞 我朋友介紹我吃 我告訴你那個味道超好吃 就跟外面炒得一模一樣 而且很便宜 才50塊而已 對 然後這個是現在最流行的 這個就是前一陣子 日本東京芭菜有沒有 很有名 它叫做曼谷芭菜 而且它的味道比東京芭菜更濃郁 因為它裡面的餡料是 因為泰國產很多的香蕉 所以你知道嗎 它那個水果的口感更好 而且它可以單賣一個才12塊 這麼便宜 對 然後今年出的這個口感 口感是什麼 裡面夾了草莓在裡面 所以你去很多地方 我都推薦大家去買這個 買蜂了 重點是最後一個是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就是有點像 日本的薯條三兄弟 他們叫做泰國薯條三兄弟 它也是整包 但是它就是比較粗了一些 它是整顆的馬鈴薯 去炸的 去切的 所以推薦大家去我們的超市 不用跟人家搶 到處都有 非常的方便 三天兩夜 好玩 好吃 好買 好 三天兩夜 剛剛三天兩夜 如果真的不搭飛機的話 台灣就很好玩 對 對 沒有錯 不過這個也是使到 小小要搭個飛機 因為我講的地方是 大家講說澎湖 其實澎湖的 如果是以風景區來講的話 海岸線真的非常漂亮 大家其實都去過很多澎湖的離島 只是有另外一個島 是我們台灣第九座國家公園 叫南方四島 那個地方是大家沒有去過 因為大家一般來講都是 澎湖出海的話 就是湖景 統盤 旺安 然後七美 看完就回去了 你再往東走的話 就可以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像這個地方 像世外桃源 有一點 這個叫做東雨坪 整個島上面 大概只有10戶人家而已 這麼少 對 公務人員有15個 基本上都是公務人員 所以是非常世外桃源 一個地方這樣子 然後你看 如果說我們坐船的話晚上 是不是直接也看到 這樣子的夕陽 其實我覺得跟世界等級 頂級的夕陽是不舒的 對 這種火燒雲的感覺 其實澎湖也可以 真的漂亮 這也是一個藍洞 因為現在非常紅 就是我們西極雨 再往東邊走的話 西極雨的一個小島 它上面是沒有人的 它中間全部都是雪舞源 然後其中有一個地方 這邊就是一個洞 它這個洞是海子出來的 它上面有一個洞 所以上面的光 透過這個洞下來之後 外面是藍的 裡面是黑的 在裡面再往上看 有點像那種天主教堂 那個燈頂上照下藍光 然後 聖光 聖光 然後海洋打上去 會有海哭的聲音 因為它會有風打進去 最後會那個嘛 它是稍微有一個流動 再出來就有海哭的聲音 然後像是你帶橘子去 我們會告訴你老婆 一起去 對... 就是踩海枯石爛 很棒 超棒的 所以這東西只要坐船 才去得到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 是它們最大的島 叫東極雨 是算是最大的島 然後那邊的話就是我們會 就是原來遊艇會嚇毛 準備做一些海上的活動 像海上的活動 你看到這個就是它海底試鏡 你看這個珊瑚礁是綠色的 代表活性非常強 為什麼 因為如果死了就白掉了 就白化了 你看綠色 紅色 很健康 很健康 因為代表說它真的是祕境 沒有人去過 不要去亂攻它 對 要保護它 因為這個聽說 以海洋學家來講的話 這個活性大概跟大寶礁 最強的是等級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說大家真的有空的話 可以包船 就從海底試鏡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現在滿推薦大家 就是除了開車搭飛機以外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方式 可以去坐三天兩夜旅行 就是搭火車 像我最近就是跟我朋友 然後帶著他小孩 我們搭火車去台東 對 因為台東這個地方 其實只要扣除掉 颱風的季節 其實它真的滿適合 去三天兩夜 就是做一個很慢火的旅行 尤其現在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 再一次去台東 來看到它的觀光 因為它在這個大雨之後 這個衝擊需要更多人進去 對 然後像我這次去 我就是在那邊一個叫做 白石牛的沙灘 只做一個民宿 然後像這個照片就是民宿 你一打開你的門 你睡醒看到的畫面 就是這個樣子 對 而且非常就是 而且那邊很妙的是 因為它或許它真的是 比較偏僻 所以那邊現在人其實很少 你不會覺得像你去墾丁 可能會覺得擁擠 在那邊你是可以得到 很充分的放鬆 而且你只要走路 走路就可以到的 就是最近很紅的 就是所謂的富山富嶼的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這地方就很適合飛飛 是牙縫對不對 我們上一年沒有那個牙縫的問題 沒有 富山富嶼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 就是一個就是潮間帶 然後你可以去那邊 就是看到很多小小的圍巾 然後你很適合帶小朋友去 像飛飛閃閃閃 就非常適合去那邊 直接脫衣服下去挖 對 而且那邊就是 因為它水很淺 所以大人小的去那邊 你都可以慢慢玩 然後旁邊的話 就還有山你可以爬之 就算是一個比較慢火的旅途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你還是可以去 就是綠地 就是你可以去就是 之前有名的金城武術 金城大島那個地方 對 很好拍 台東我真的是滿推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可是我比較推薦是 大家就是搭火車去那邊 租車你不要開車去 因為其實就是 開滿久的 滿久而且危險 因為花蓮那邊有一段的 還滿危險的 對 落實什麼 可是像因為像我們出去玩 就是像我跟我朋友出去 我們都會講究 就是行李一定要簡便 這件事情 因為你畢竟在國內 其實真的不需要大包小包 也沒有就是這麼好購物 所以像我們以前出國 就是會帶非常多的自拍神器 然後自拍棒 然後甚至還要帶燈什麼 就很假的 可是像現在 就是你可以買到像這種 縮起來只有15公分的自拍燈 它甚至可以放在口袋 我就超方便 而且重點是以前 你還要自己帶一個自拍燈 現在真的是方便到一個無底極致 你看現在就有燈 而且重點是有三段燈 可以這樣轉嗎 對 它可以轉 重點是它有三段燈 這是第一段 第二 第三 超亮 超亮 完全不需要所謂的自拍 你那個手機可以拍直的嗎 可以放直的嗎 它可以調 它可以調 對 它可以只能推調 而且重點是 你想要用前鏡頭的話 你轉過來這邊還有鏡子呢 而且這個大小 你不只國內旅遊方便 它在出國的時候 是可以直接放隨身行李 帶上飛機的 15公分是可以帶上去的 而且是玫瑰金耶 對 這是玫瑰金耶 這是玫瑰金 玫瑰金耶 玫瑰金耶 你自拍的時候或者Live 很方便耶 可以這樣就不用拍 很方便耶 你就不需要 好輕喔 而且不需要 你再加一個黑暗哥 這什麼顏色 玫瑰金 這個是 粉紅金 一樣啦 接見肉色 肉色 好東西耶 我跟你說我為什麼對 女生最喜歡這種顏色 對 很好看 我為什麼對玫瑰金這麼敏感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從瑞士帶了一台 玫瑰金的空氣鐘回來 空氣鐘 就是玫瑰金 空氣鐘很特別吧 對 那什麼 空氣鐘 對 因為整個瑞士來講 鐘錶是全世界有的 對 就是玫瑰金 為了玫瑰金它的價格 就是為了玫瑰金 它價格也是 比較貴一點 特殊款 特殊款就是這個顏色 記得囉 沒錯 而且很好 你買鐘和買錶 最主要的是什麼 玫瑰金啊 讓你看時間 顏色的重點 就是像我們出國旅行的時候 因為就是玫瑰家講求環保 大家就會盡量就是不要 就是使用飯店的備品 因為就是你一次性拋棄 其實很麻煩 然後像我出國一定會自己 帶著自己的就是電動牙刷 因為我覺得就是環保 而且就是衛生 重點是像這一支 就是我最近剛新入手的 玫瑰金的電動牙刷 玫瑰金 這個就是 除了一個非常之美的外帶盒之外 像以前我們出國 還要再帶充電器 它現在完全不需要 你只要把它放進去的時候 它同時就該充電了 你一定會實說不定 就是充電口 就是我們全身的行動電源 就可以直接充電 對 這個很貼心 而且現在它這個最新的上面 還有非常多的功能 它有各式各樣的功能 而且以前我們 你那麼驚豔幹嘛 以前我們在刷電動牙刷的時候 很容易就是刷太用力 然後把牙齦刷到流血 現在最新的設計是 你只要刷太大力 它會警示燈提醒你 紅燈 你太大力了 請小力一點 對 會不會有佩儀呢 溫柔一點 溫柔一點 很像 很輕 溫柔一點 我不喜歡太粗包 對啊 所以就是這個最新 而且它還可以結合手機的APP 等於就是你的隨身 就是攜帶一個牙醫在身邊 就是這天下超推薦 大家一定要帶著這個東西 這真的好方便喔 美姊妳也可以用 因為像我們這次 不是連假才剛過嗎 對 那我的三天兩夜 就是帶著小朋友去花蓮 因為花蓮其實也是 很適合去放鬆行程的地方 那因為我帶著小孩 所以其實我比較主著重的 就是走起來是輕鬆的 對 所以我們最在意的 就是民宿的部分 那妳看 現在這個是在花蓮 這不是在歐洲 現在花蓮其實就有非常多 有那種 非常多不同特色的民宿 那我們這次挑的就是有 濃濃的外國歐洲風的 民宿的感覺 然後因為像你看 它這個設計都非常的精美 然後還有泳池可以泡 就是玩水這樣 所以你看老闆就幫我們拍了 很像那個在外國的全家福 因為我們就是要一直不斷的留戀 以後才能夠跟小朋友說 我們有帶他出去玩 這個就親子 對啊 這就超級親子型 你看我跟我兒子拍得 好像在國外的感覺 那因為其實帶著小朋友 就是重點就是帶他去看看動物 或者是說去外面 就是騎騎腳踏車放 對 所以我們有發現一個 很棒的農場叫 海開心農場 它是完全不收任何的門票 然後它有路 有馬 可以讓你去餵 除了這之外 還有一個一大片的那種天鵝湖 所以你就是有草地的風景 然後也有就是很湖景這樣子 然後它那邊 你再往前走還可以到海灘 所以其實你不用這個行程 怕不用錢 你就可以走大概一個半天的時間 但我覺得就是因為不用錢 所以我們要好好保護它 不能亂丟垃圾對不對 對 這很重要 除了這之外 我們後來還有去七星潭 騎腳踏車 就是現在你七星潭 你可以騎腳踏車 然後逛它整個周邊 然後七星潭 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攤販 所以你就有吃有玩 然後還可以去踏浪 就是剪剪石頭拍拍照片 只是重點就是要跟兒子拍照片 對... 很熱烈 對啊... 老公就把它放一邊 因為老公就算了 再來就是我覺得花蓮 還有很棒的就是太魯閣 因為有海景就是山景嘛 對 然後我覺得太魯閣 真的就是很鬼斧神功的感覺 因為那個岩石 就在旁邊這樣看起來很俏麗 所以拍照是一定要的 對 所以我旅行 都一定會帶三個法寶 第一個就是這個自拍神器 對啊 因為你... 對 因為你今天媽媽總是你知道 你有一些肌膚老化或什麼的 只有你而已 不過說老公今天 沒有嫁給攝影師沒關係 我有自拍神器 我就可以把自己還是拍得漂亮 對 所以你看 比如說因為它自拍神器 所以它就可以調整你的自拍時間 就這樣 可以倒數是嗎 直接就倒數了 然後拍起來 有拍到嗎 拍起來的話 它的膚色就很美 而且它有這個鏡子的功能 你這台是相機還手機 對 它是相機 然後它可以直接上傳到 你的手機裡都可以 然後又輕巧 然後你還可以這樣子轉它 就是你都可以這樣子轉 必備 對 必備 順妹都要 網美必備 然後它這邊還可以補光 比如說它這邊也是 可以有打光的功能 對 所以它你就是自備一個 打光師在你的身邊 太棒了 但是你如果只有自拍 就只有半身景的時候 你想要拍全景怎麼辦 沒關係 沒事 這樣 是 就是 這個 打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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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